三月底有一項新的規定上路 酒駕被吊銷駕照的民眾 重考駕照後一年內 必須開裝有酒精所的車 否則將會面臨十二萬元以下的重罰 而因應相關的規定 高雄監理所全國首創 在路考的車輛加裝酒精所 讓民眾可以先熟悉酒精所的操作 民眾一直是對酒精所吹氣 確認數值為零 沒有酒駕才能開始路考 高雄監理所全國首創 在路考車輛裝酒精所 除了讓拒絕酒駕從考照開始 也讓民眾了解三月底上路的酒駕心志中 酒駕吊銷駕照重考後的駕車規定 新智規定酒駕重考駕照後要申請登記配有酒精所的車才能發給駕照 而且一年內若沒開裝酒精所的車就得面臨六萬以上十二萬元以下的罰還 如果裝了卻沒使用儲一萬以上三萬以下罰還 另外請別人帶吹 同樣也要罰 每次上路都必須對酒精所吹氣 沒酒精反應才能發動車子 讓開車變得繁瑣 降低酒駕再犯 民眾贊成不為別的只因酒駕事故太過頻繁 高雄警方跟女騎士在暗夜的騎山巷弄內飛車追逐 當女騎士終於被攔下 只見她不斷哀求 因為這是她第三次酒駕 酒駕者一犯再犯抓不勝抓 讓警方也很無奈 就希望三月底酒駕心志上路後 相關罰則的加重能起到警惕效果 讓酒駕造成的悲劇能少一點 記者陳煥與許正俊高雄報導